花百元玩一天 高雄桌遊店爆夯 四季拜拜 哪個地方可以花小錢 就能打發一天時間 高雄最近新興行業桌遊店 等四天啊 花個一兩百元 就可跟朋友小孩一家大小 晚上三個小時桌上遊戲 高雄桌遊店從去年五六家 成長到現在十幾家店 變家多從國外帶回新遊戲 鄉民在網路糾團 與夥伴相約後面一起玩 今年擺脫螢幕前距離感 又能面對面的互動 親子一起玩桌遊 寓教娛樂 更是大人們最愛 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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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假是 練假 想耶 幫我想耶 練假 這個不是故事 林大學生 老師及醫師 都為之瘋狂 更有陌生人因此變朋友 年輕男女更可因此對上演變情綠 時下桌遊店熱門的遊戲 有龍佳樂 廟宇說書人 保裡亞特蘭提斯 龍佳樂的玩法類似大富翁 玩家可從二人到五人 玩法是透過籌碼 排卡 動作物 電農場 養豬牛羊 獲得分數 最高分者獲勝 廟宇說書人可供三到六人玩 每人分六張圖卡 用時事電影來編故事 讓其他玩家拆起圖卡來獲分 先得30分者獲勝 按照數據 123456789把它排好 然後呢 你剛剛拿到的這個 我的豬 1號 鬥鬥就是這個 馬上1號的這個下面 陶里亞特蘭提斯 可供二到四人一起玩 遊戲是以玩家帶保物 陶里江沉默的島 透過紙骰子 將棋子空船運到四個小島 海中有海怪 鯊魚等 玩家可控制怪物吃人 反正開始只要進行 進行就可以去把這樣子 就去把 就會 就 撞了之後它掉下來 就掉下來 大家記好玩法沒 想好下次到桌遊店 玩啥遊戲了嗎 快揪團來氣頭 董新聞高雄報導